假設你10個自癌基因 假設這4個基因你都要有問題 你才會得到乳癌 可是你身上自然會有 大概也會有另外10個叫做 等於說你要有這個10個自癌基因 你可能要有5、6個壞掉 加上你保護的5、6個壞掉 之後才會產生乳癌 壓力就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壓力就跟著免疫力有關係 就是如果你今天 一直長期處在高壓下 你免疫力就很差 有些癌細胞在早期的時候 它雖然已經癌化了 可是免疫細胞會自然把它移掉 可是如果你壓力一直很大 你的免疫細胞就會失去功能 就沒辦法辨認出這些癌細胞 就不會把它移掉 癌症就會長出來 像有些癌症家族 他全家都得癌症 可是不一樣是一定的癌症 這種家族通常是因為 你身上修補那個癌症的基因 就是保護的基因比較少 所以它變成說 他們很容易遇到一些事情 然後就 遇到一些破壞 然後就轉成癌症了 可是不一定轉成一樣的癌症 現在大腸癌真的越來越多 就是新聞 大概每個星期都會爆一次 以前那個時候 還有像這個 楊烈 不是像後期楊烈的 前一行 喝一行是吧 對 那時候我們就嚇死了 我們都同樣作秀 吃同樣的便當 好可怕 其實現在因為大腸癌症癌 發生越來越高 已經連續八年 今年已經是第八年 就是第一名 對 沒有錯 那所以大腸癌 其實在 我們門診其實有很多很多 就是說真的是 排便習慣改變 或者是真的有問題 真的來檢查的 那其實 我們也有看到很多 其實我覺得它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它跑來檢查 一二再二三 就需要再做一些檢查 像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其實很年輕 二十二歲而已 他來他就跟我說 張醫師我說怎麼了 他說 我覺得我得大腸癌 我說 你二十二歲 你為什麼你覺得你得大腸癌 他說 我最近有看 上網查 Google 他說大腸癌症狀 我每一個都有 我說你有什麼症狀 他說 便秘 他說對 我便秘 然後一下又拉肚子 然後大腸會不會流血 對 然後我現在早上起來 我先蹲在地上 站起來的時候 頭暈暈的 我好像貧血 然後我說 可是 可是 你有其他不舒服嗎 他說 有啊 像我這排便 我以前 我在上廁所的時候 我都很仔細的觀察 我的便便 我說 那他便便有什麼改變嗎 他說 他說我之前 我用屁股把它夾斷的時候 他斷面是圓形的 可是最近這一個禮拜 他都變尖尖的 這個是這樣子吧 還在吃的東西 我說 我說這應該是跟你夾的 那個就不用力有關係吧 這技巧不太一樣 技巧好像吃大腸蟹 先吃原來吃尖的 後來我又跟他講說 這個 這個應該是跟你夾的 有沒有用力有關係 後來他說 沒有 不只是這樣子 我說 那 還有 還有怎麼樣子嗎 他說 我之前 因為其實我排便都很規律 我之前 一段大便 我夾三次 所以馬桶裡會有三條 但是我現在都夾不斷 我說 這個 夾不斷 這個 這個我覺得聽起來 沒有那麼像大腸癌這樣子 然後他說 不行 你一定要幫我做個檢查 我說 好啦 不然我幫你排個大腸鏡 檢查過來 果然是沒有什麼樣 像我婆婆也是三年前 然後也是得大腸癌 剛好65歲 然後就會開始 每一年就會定期做檢查 然後他在醫院做義工 然後就剛好檢查到 然後就檢查到之後就發現 真的大腸癌第三期 然後但後來治療之後呢 現在已經好了 瓜哥我可以問一下嗎 就是關於大腸直腸癌這個問題 剛剛如果提到這個血便 因為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也很擔心的跑去檢查 是不是只要有血便就一定要去檢查 有血便就去檢查 這個是一個正確的觀念 對 像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因為他是一個50幾歲的媽媽 那個媽媽他就說 他被他女兒 被他強迫帶來我的診間 我說是怎麼樣 他說媽媽就說 我沒有事情 我就是痔瘡 痔瘡流血 沒怎麼樣 我從生完小孩就有痔瘡了 到現在就是20幾年 這都沒有好 痔瘡不會好 後來他女兒很堅持說 叫我一定要幫他排個檢查 我就說 我就說 我先幫你做個肛門止診看看 後來我做肛門止診之後 我就覺得不妙 因為其實像我們 天天在幫人家做檢查 我一摸就覺得這個不對 因為我看那個媽媽 摸摸看我 這樣馬上摸得好 那個要職場來摸得到 因為你手指只有這樣子而已 對 摸得很肛門那邊才摸得到 因為那個媽媽就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一檢查完 就覺得不對 後來做一個完整的大腸鏡 發現他腸子裡面真的長了一顆腫瘤 而且真的脫 算是非常晚了 他來到這邊 我在幫他做檢查 他已經擴散出去了 我一問之下 他說他媽媽其實很久 就覺得自己有問題 我說是怎麼樣嗎 他說 他媽媽的哥哥也是大腸癌 媽媽的哥哥的小孩也是大腸癌 後來我幫他叫大家不要嚇大家 對 他現在講的都 今天今天不是問題 今天有問題 我有時候會有 等一下 那你怎麼還不去檢查 但是 我想要說 大部分的血便 我來門診 大概 我十個門診病人大概有九個都是血便 那其實這九個裡面大概有八個 大概又是 痴痤鋼裂沒有錯 那像我自己有一個病人 像他一來也是說 他之前 兩個月前在別的醫院已經做過大腸鏡檢查 可是他還是血便 都沒有好 後來再幫他檢查完 結果還是沒有 就是真的是沒有什麼事情 他又過兩禮拜回來說 醫生怎麼辦 我真的有毛病 我說怎麼 我連小便都有點紅紅的 我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後來我一問 因為我在彰化服務 彰化那邊算是一個 火龍果的一個產區 真的很多病人是因為 吃火龍果吃到血便然後血尿 吃白的就好不要吃紅的 紅的比較好吃 紅的超好吃 紅的很好吃 但是吃下去真的 有的人吃完馬上就血便 那第一次看到的病人都會覺得 嚇瘋了 都嚇瘋了 真的 我一個病人他50歲 他是因為卵巢囊腫 我幫他開過刀 其實是良性的 他說乳房有纖維囊腫 看起來也是良性的 但是有一次就是 就是有一個名字 我已經忘了是哪一位藝人 就是得了大腸癌之後 他就跑來跟我說 醫生我常常肚子痛會不會 不是你講的這個骨盆腔粘連 會不會是大腸癌 我說我當然也不能保證對不對 我說應該機率不高吧 不過你家族有嗎 家族都沒有 但是看大腸癌一來一多 我是不是要檢查一下 我說可以可以 他說你幫我介紹醫生 我就幫他介紹一個醫生去檢查 過了幾個月他跑來跟我說 他真的大腸癌 他用大腸去檢查 一個息肉 息肉非常小 結果切下來是惡性的 他說很高興 初期 所以一切都很好 像之前余天的女兒還有豬哥亮他們有的時候 其實那一波真的有滿多病人來叫我們幫他排大腸鏡 像我只有遇到兩個案例 有一個案例 他進來的時候他才三十幾歲 他進來很大陣仗 他太太他爸爸他媽媽 還有他哥哥姐姐都來了 一票人就進來了 我那時候心裡以為他應該是別的醫院專診來的 應該是一個很嚴重的毛病 我以為他接下來就要拿出一點病理報告 還有別院的資料給我看 不是他就跟我說 醫生 那個我覺得我有大腸癌 就說 第一個 我第一個感覺是 你躺著拍給我 你早錯科了 我不是開大腸癌 他在那邊我就說 你為什麼覺得你有大腸癌 他說 就血便 我就說血便 很多嗎 什麼顏色 是鮮紅的嗎 還是那種拉出來是黑黑的 他說很鮮紅 而且亮 只要一大便都亮很多 我第二個感覺就是 一定是痔瘡 不然就鋼烈 我說好不然你故事脫掉好了 雖然我不是質鋼科 但是以前質鋼科有亂過 這個簡單還是很簡單的 我就跟他們自己講一下 進去一拉 那個痔瘡自己就跳出來了 跳出來 就很大 它就很大一個痔瘡 然後我就說 像那個畫面 對 痔瘡跳出來 就這樣看 繼續這樣一勾 他本來還在裡面 我繼續手這樣一勾 就滑出來了 當然我就把他推回去 再推回去 我再把他推回去 你可以推回去 我就把他推回去 然後我就說 你這個痔瘡非常大 而且我看到這個上面 應該是痔瘡在流血 然後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家屬的壓 因為家屬太多了 所以一個痔瘡了事 就感覺很奇怪 所以我還是幫他排在大腸鏡 就好像剛才那位一直講的 只要有血便 其實就算我看到他很明顯的痔瘡 我還是會幫他排大腸鏡 當然那個痔瘡 當然就是沒事就單純就痔瘡而已 但是還是有另外一個 就是也是因為 他是看到諸葛亮的新聞他來的 他40幾歲 他就來跟我說 他要做胃鏡跟大腸鏡 我就說為什麼 我說你有症狀嗎 他說完全沒有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個 他說電視上那些名人都得到了 我想說我來做個檢查 我說好 我說如果你要同時做胃鏡跟大腸鏡 你就做無痛的 我們就直接幫你直接麻醉 然後上下一起做很快 結果他病人真的很好運 他做他真的大腸癌第一期 那我那個個案呢 他其實出血之外 他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他的糞便 他常常就漂浮在那邊 其實大家要注意 你的糞便就是你的好朋友 他可以反思說 你現在的身體狀況 真正一個好的糞便 他是有點黃棕色的 可能也跟你前幾天吃的食物有關 但是他下去的時候 一般來講他的密度會漂浮在水上 這樣子 所以它是個漂得很漂亮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的糞便突然有一天 那時候就要注意了 所以其實糞便的形狀改變 和體重下降等等 也是我們癌症十大死因裡面的 一個危險症狀 在有一陣子是韓劇很熱門的時候 那 車禍癌症 醫不好 那大部分大家看了這個節目之後 就會想說 韓劇的女主角男主角 最後是結局是如何的時候 就開始就是他來看病的第一個動機 那我們曾經也遇過就是 韓劇演出眼癌 那 就有一個大學女生 真的有眼癌這個病嗎 其實眼癌在眼科裡面是非常罕見 很少啊 大部分都是一出生的時候 那種 剛出生的胚胎瘤造成的眼癌 那個是比較危險的 在成年人來講 很少見的叫做 那它是高度見識 那高度見識熬夜就是看韓劇 看看那一集的結果就是 那個女主角得到那個眼癌 那她也是覺得 女主角的敘述跟她的那個 跟她很像 跟她很像 然後就爬了我們門診 就跟我講說 林醫師我覺得 我很像有眼癌 是